半年内三杀沙阳的第十四天 我们来苏家屯吃肉浆大冷面了 逛完了苏家屯迎春早逝出来 旁边有个滑冰场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东北的露天冰场 真是亲眼感受到男女老少对于冰上运动的热爱 和专属于东北孩子童年的快乐 也看到了有祖孙、发小一起在冰上玩耍的温馨画面 远处有几个小朋友在认真练习 不知道这个冰场未来能否有世界冠军的诞生 苏家屯这边虽然离市区有点远 但是这边也挺热闹的 然后现在导航去吃大冷面 这边的自助合饭13随便吃 果然这个苏家屯的物价要更动人一些 到了 我们今天来吃老友宜冷面 好多的粉丝案例我们来这家呀 我俩现在不是饭点 没家人 拿一个放花菜 你吃过包肉吗 没有烤肉 一二两面一个花菜 对对对 二十四 这个是酱 这个是酱 这辣吗 没辣 这应该放多少合适 不能吃辣吗 不能吃辣 那你少放点 少放点 这酱随便放 自己放 是这样的 我以为这酱是定量的 肉酱大冷面是这样的 刚才大姐说的要吃酸甜自己放糖和醋 这是咸口的 尝尝原味的吧 我们俩刚才跟那银粉早饰上已经吃了一度歪了 所以俩人就掉了一把 咱尝尝味先 不确定吃得完吃不完 直接尝尝点 你直接口口吃 烂吗 还是有点辣 来一块子吧 咬不断 面条煮的软件程度正好 凉菜甜口的 我咱爸妈说没乱卖 可以拿个碗就卖了 就一碗吃吧 别吃还不够 太吃了 但是这些辣椒油可香 辣椒炒的 我们上回在西海大冷面吃过咸口的 这个玩意吃得咱去 那个玩意真吃不完 这个更适口 就嚼起来口感很舒服 它面条酱就粗一点点 人家精华都在肉酱上咱俩不敢加 这是我师傅最好吃的拌花菜吧 这跟人外的都反了 外头这个面是酸甜的菜是咸的 这块是菜是酸甜的面是咸的 我们吃完出来了 这冷面还是挺有特色的 可以来尝尝 我们出来看人家进去点餐才知道 它这还有楼上可以点烤肉的 我们俩打算尝试一下坐火车回时期 如果要坐公交车333的话 回去得一个多小时 普通火车18分钟就到了 我们俩是因为在江苏 从镇江到各个城市 坐火车做习惯了 都坐那个十几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以内的火车做习惯了 咱这火车票价我是第一次体验 8块钱一张 咱就当地铁坐吧 当轻轨坐吧 这个火车站离吃肉酱冷面的地儿 它离迎春早市都近 坐火车其实也是一个好选择 我们体验一下大家看看怎么样 我们今天手机上已经买好票了 电池收音机有什么 无人机的 通过通过 这边的安检是特别严格的 但是态度还都挺好的 这是始发大连 开到满洲里的火车 我第一次走这样的小火车站 还挺有意思的 还要先下地下 这个回事其实不是挺方便的吗 嗯 站在白线里 等车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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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你车人还挺多 因为我们俩车票买的碗 没有坐 站了18分钟 我干嘛 他干嘛 他干嘛 天气冷 天气冷 那个门里面都是 都是您的水 我俩流了 都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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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